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会 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开战 这两个候选人其实在稍早 就已经针对了六大议题 另外还外加气候变迁的议题来做攻防 但是在今天早上 这两个候选人持续不断地在辩论会上互相插嘴 就连主持人也参一咖 究竟川普在这里面插了多少次嘴 我们来看稍早的画面 这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们活着ète 还会拿作继续償 窝脚军 好 以icet 其实提供 目前 好 当然我们在10点钟的整点新闻 我们给你看了相当多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 大部分聊的都还是美国的内政 另外还有美国的外交 但是对于美国总统的产生 我们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 先前卫生部长Azar 另外还有国务次卿Kroc来到台湾 以及对台军售都让中国的解放军 不断派共击倒台 因为认为美台有暧昧情绪 甚至更释出了东部战区的 攻台先锋部队这样的军演影片 在江苏地区进行巷战的演练影片 他们大概模拟了六大类 一共一百多种常见的建筑物 譬如说像是电影院 图书馆等等 最后红军成功歼灭蓝军 而这当中攻台的先锋部队 是陆军的第73集团军 他们基本上都驻守在福建厦门 正是针对台湾的前线部队 他们的前线是解放军 当年曾经炮击过马祖金门的部队 解放军现在动作频频 当然美国也有所表示 美国的陆战队司令就表示说了 美军现在必须要改变 过去70年来在太平洋的战力配置 更把部队的部署 应该要更广阔的区域 更广泛的区域去部署 以分散中国的攻击目标 此外除了中国有动作之外 美国也发布了所谓的2020中国军力报告 那也指出了中国的海陆军力 在十年之内可能会超越美国 而且美国已经没有办法保证 一定会赢得跟中国的潜在战争 感谢观看